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来认识几位居住在高雄 知晴或是维修乐器的师傅 一开始介绍的这位是住在岐山的古琴制作师 学国乐的他是如何踏上知晴这条道路的呢 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虽然戴着口罩 但还是不失优雅的用琵琶弹奏出古典优美的旋律 在制作古琴之前 他是以乐师的身份在大家面前亮相的 刚好是在学校里面学到这一门课 因为我们只有在大二的时候才能修到 那个乐器制作与维修或鉴定 那我本身就很喜欢手作的东西 所以有在想说要选修这一门课 那选修的时候其实自己本身就有在谈 那就很想说可以做一把自己属于自己的乐器 对 然后就慢慢的就一直 每个礼拜就是持续啊 一直做一直做 只要老师来就是去做 那就是毕业的时候就刚好做完两把琴这样 刚好有这门乐器维修与制作的课程 让他产生了兴趣 但是能够把兴趣带入日后变成职业的 燕萍算是少数的几个了 我是从算高中才开始弹琴 所以其实很多基础都已经比 一开始从小开始学习的人来说已经慢很多了 那就变想说那我就反正我也很喜欢做 就是修东西修西这样子 然后就是大部分的人一定都会有需要到维修 因为每一把琴都有消耗 对 所以我在想说要 就是可以往这个方面下去走 认知她到现在 我觉得她是一个蛮细心的女孩 因为很多像我们从高中认识到现在 从我看过她做 我们那时候高中是幼保音乐系 所以必须音乐 幼保科又必须要做一些教具 纸调之类的 看了她很多的作品就觉得她 她真的很有 她那个手真的很巧 除了有双灵巧的双手 燕萍在学校总是第一个 把工作完成的那一个 不过毕竟国乐算是冷门的乐器 要怎么找到客户与打响知名度呢 可能就是刚开始会没有人会想说要来找我维修 对因为就是又慢慢认识这样子 就是可能先从身边的朋友下手 对就人家说需要修的时候 可以啊可以帮忙修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大家都知道有在 就是自己有 我又有在维修 就是会来找我这样子 别人订的琴当然就不能像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啊 只是就是会去 在意音色比较多啦 对啊 然后我的琴是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在后车厢就直接这样 啪丢下去 因为是软的啦 所以其实也还好 我妈就说 你不要想说你会修琴 你就可以这样子乱丢 雁平说的 大家可不要乱学啊 还是要好好爱惜自己的乐器 不过听到妈妈这样调侃乱丢琴的事 肯定也是非常支持她的这一份工作 其实没有什么反对不反对 其实家里都还蛮支持我想做的事情 然后反而会反对的都是我的独修老师 对 他们会觉得说一个女生你就穿得漂漂亮亮的 在冷气房里面就是舒舒服服的就可以赚钱教学生 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吃力不太好的事情 仔细地用手打磨琴身上的零件 最后再用机器把这小小的零件进行抛光 光是维修这件事就可以看到雁平的细心 那如果从无到有制作一把古琴 花的心力肯定有更多了 不会想说要放弃它 因为我喜欢做 我喜欢那种超机器那种感觉 毕竟是从零到有而做出来的东西 手工制琴的步骤这么的繁琐 更不用说雁平都是独立制作完成整个过程 如果说工厂琴与手工琴有哪方面的差异 我想应该是多了那份手的温度吧 其实也没有到太大的差异 因为工厂琴毕竟它有固定的SOP 有它就是一直累积经验下来的工序在 所以其实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当然会有差别就是在于它的木头 对 因为不同木头它的木头音色就会不一样了 对 那再来就是我的琴的话 我是属于比较随心所欲 我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 对那我面板跟我的副手我就是自然我就是直接把它上漆 希望它的声音可以更通透更明亮 然后也有厚实感 对那再来就是我的品 我会我就是有另外做一个工序就是让它灌浇进去 就是灌升漆进去 就是比较属于比较天然的材料 那之前有一个就是买我做的品回去 自己四年四做 然后它是在试坛的时候 它有发现说它声音更通透更敏捷 随心所欲的智琴 又不会失去传统的音色 赋予手工琴独特的生命 给乐手独特的演奏体验 这就是手工琴的价值所在 看完了国乐的制作与维修 大家一定想不到 在我们高雄有着一位手工制作与维修电吉他的师傅 年轻时在乐技行喜欢把不同部位坏掉的琴 组装成变成另外一种不同风格的琴 渐渐玩出了兴趣 进而转职手工吉他的制作 每个学吉他的人 都梦想着有一天可以独自在大家面前 solo出一段旋律 而当你进阶到一定的功力之后 就会开始想拥有一把 专属于你自己的克制吉他 不仅可以展现个人的风格 也更能凸显自己独特的音色 而小明老师 就是手工克制吉他的一名专业工匠 他在这个领域上其实我跟很多录这一行的工匠市场其实都差不多 一开始都是从乐手开始 那一开始当然是对自己的乐器当然觉得陌生 然后觉得有兴趣才会踏入这一行 在高中的时候 我记得在高中的时候 我就在乐器行里面打工 乐器行总会有一些坏掉的吉他 一些霸佛飞的吉他 那那些吉他上级其实都是 其实已经丢在窗户都很久 那也都没有人会去处理他 那在那个时候因为想说 刚好有现成的一些 一些零组件 然后就试着去组装他 比如说我把A的吉他的身体 跟B的吉他的心境 我们把它分解开来 然后把它组装起来 他又是一把可以用你的吉他 那就有前辈的建议 说你怎么没有考虑出来做这一行 这样子 前辈跟我讲这句话 其实我并不是没有考虑过 只是那时候一直很挣扎 我觉得你的能力好像还不足以出来 跟人家要钱这件事情 后来其实都是挣扎 有一段时间之后 我大概2009年的时候 学习怎么样从5到5 生产出一把吉他 这间小小的工作室 是小门师傅与徒弟 一起制作手工吉他的地方 一块平淡无奇的木板 经过师傅的巧手 渐渐打磨出吉他该有的形状 每一个角度 每一个凹槽 都是经验累积出来的 如果都可以制作吉他了 那么对于维修 是否也一样的轻松面对呢 其实制作跟维修他其实是个两个完全不同的路线 因为制作其实你可以把你脑子里面的东西 就是完全实体化出来 那维修其实跟制作他最大的困难点就是说 在于他你必须要把一个已经是完整的成品 然后呢再不改变它的原始设计的情况下把它还原 以前我们会坏掉我们就是反正把它修复回去 那修复回去基本上来讲 因为它是它的主要材料是木头 所以它会有点反而会有点类似像木工修复的那个概念 可是木工修复概念跟乐器其实是不一样的 因为卡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在乐器它是有声音 也就是说当我如果做了一些不同的改变的时候 我的声音就会不同 那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在修复完成之后 它还能够保留原本的声音 不改变它的原始设定 这是最困难的地方 大家在乐器行看到的电吉他 几乎都是工厂所大量生产的琴 这些琴并没有什么不好 只是少了许多个人特色 不论是从握把的大小 波旋出来的音色 都是手工琴所无法给予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把琴它是做两边的缺角 对 那以这把琴来讲呢 它其实在以我自己所设计的这把琴 它的缺角是只有做单边的缺角 那为什么要做单边的缺角 那传达面积变大 也就是我的声音反应上面来讲 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对 讯号传达上面会更直接更完整 除了本身的Single color设计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于说 我们一般在外面所看到的一些量产琴 设定琴 它事实上其实在我们会看到 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五弦的琴来做介绍 是因为事实上其实我们的弦 第五弦来讲 因为它本身的频段比较低 那因为频段低的关系呢 所以它是因为很容易松散掉 那在早期的设计来讲 事实上其实它只是以原本的 当初的原始设计 再增加了往低音方向再多加一条弦 那但是呢 它因为它是早期的设计 这个是以四弦的方向来设计 为最主要的主轴 可是当我在低音弦增加第一条弦的时候呢 它的事实上其实它会比较容易 在设计上面不同的关系 它很容易在第五弦这条弦 因为太低的关系 不要让它的本身的声音太过松散 所以我在我们的有效弦长 有效弦长指的就是说 我从上弦整到下弦整这一段 这段我们称叫为有效弦长 在这一段上面来讲 我把我的弦 原本的当初 我们可以看到 量产琴的设计 它其实从有效弦长延伸出来 实际上其实只有一点点而已 对 那你会发现我在我们的有效弦长 从原本的这个地方往外延伸了很多 也就是说多了它大概有两倍到三倍的距离 对 那当我把弦的距离延伸的时候呢 相对的我弦的张力会变大 那张力变大的时候 就会让我的声音变得更紧实 也就是我在第五弦表现的时候呢 比较更不容易松散 从一些琴声的小细节来做变化 竟然对音色有着这么大的改变 但小明师傅也跟我们说 对于新手 他是不建议来定制手工琴的 毕竟在音乐的这条路上 是需要持之以恒不断的努力 万一放弃了 那么这一把琴的光彩 也将逐渐的暗淡下去 台湾在制作铜管乐器 其实也有着一定的水准 像是台湾制作的Saxphone 在世界上非常有名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位 是铜管乐器的维修师傅 累积多年的经验 甚至还修过不曾在台湾出现过的乐器 这样的技术也让它累积了不少 从各地来的客户 环顾四周的环境 桌窗里摆上了几把Saxphone 而在背景慢慢扬起的旋律 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 Saxphone所吹奏出来的 卖个关子 先不解答这是什么乐器 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 可以算是铜管乐的医院 而帮这些乐器看诊的 就是眼前这位专注维修着乐器的王老师 当初的话我是当兵 刚好在宪兵军乐队里面 然后在退伍前半年左右 就是有国内的乐器公司 到各个军种乐队去找人 看有谁有对这方面有兴趣的 那就因为这样子 所以才会踏入乐器维修这个部分 因为维修乐器的话 可能就是需要做得住 然后本身要有想法 因为教的话一个老师教 可能你自己能够吸收的部分 吸收多少不一定 他自己要会去想 想有时候可能不见得会交道 但是你碰到问题的话 你要想办法去解决 铜管乐器种类也是五花八门的多 专精吹奏一项乐器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要专修不同种类的乐器 那就更为专业了 主要可能就是在材料的部分 像当初修到那把乐器的时候 因为是完全都没有修过 而且是第一次接触到 那那种皮垫的话 也不确定有没有 我只能以现有的垫子去找 那有用到的可能就是有单黄管的皮垫 还有低音管的皮垫 或是双黄管的垫子 因为它们会有不同的尺寸 不同的厚度 然后找符合的规格去组装 刚刚王老师说的第一次修到的乐器 就是节目一开始听到的那一把乐器 所吹奏出来的 准备帮各位来解答咯 那我本身是新加坡人 然后我一个朋友在跳蚤市场 看到一把这样的乐器很怪 他说他应该是吹广乐器 他就买来就送给我 然后当时候也行吹嘴 可是没有竹片 可是当时候呢 因为它是没有 有些垫片都掉了 还是什么 软木塞都破了 都不能吹 所以我就把它带来台湾 大概放了十几年 我说没关系 我就放着 然后慢慢修 然后我就觉得 因为它进气到喇叭口出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塞住的 可是因为它漏气 所以吹不响 他就跟我弄了两根 软木把它塞住 而且还可以调音 然后去找所有的地方 有些店 有些店呗要亲手去做 然后把它连上去 大声拿起来 用它的吹嘴吹吹吹 还是不行 我就放了十几年 这个一天我玩sasfone 玩到最高的 超高音 Nino 他就把这个吹嘴套下去 结果它就活起来了 他就为它写了一个 我的朋友阿拉伯的乐器 因为它很像中东的一种吹管乐器 这个叫奥塔管 现在都看不到的 只能在博物院 博物馆 它是上一个世纪 德国他们研究出来的 上个世纪的乐器 竟然透过王老师的双手复活了 当然也躲过了被丢弃的命运 而王老师自己 也是有收藏古董Saxphone 历史也是非常的悠久呢 因为现在很多 就是学兴趣的越来越多 包括像一些退休的人员阿 医生阿 还有律师阿 那一些非常的多 甚至连 就连小朋友也有开始在学 像上面这 这两把算是比较古董的乐器 这一把的话是 美国做的1924年 那那个时候做的 这一把的话是法国 最有名的品牌 这一把是1925年做的 里面还有1922年做的 是它的第一个型号 那这两把的话 你如果看 看起来它的按键设计 其实跟现在的按键设计 不一样 像这边 低音的部分 这边是没有按键的 但这边的话是只有一个键 但是其他的话下面是 这个侧边会有两个按键 因为乐器本身它会慢慢的演进 会有一些设计改良 会比较符合人体工学 但是早期就是技术没有那么好 就只能照以前的技术 能够做得到的东西去制造 大家一定想说 铜管乐器是金属材质的 怎么可能那么容易坏 但不瞒各位 很多时候坏都坏在 最常使用的地方 而这些小地方 往往都是铜管乐器最关键的部位 那一般我们拿到乐器的话 会先看它的状况 比方说可能有漏气状况 还有按键可能会不顺卡住 漏气我们需要先找出 它的漏气的范围 位置 比方说像这个按键的皮垫 它可能这个部分吸收到水气会比较多 那没有吸收到的部分 它可能就会漏气 那有时候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 去添纸张 有不同厚度 所以不像一般人会觉得说 新月器都没问题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我们预见过的百分之百 新月器都一定会有问题 都一定要在花时间再检查 就跟我们人一样 平常有在保养 才不会等到身重病了 才来看医生 那么到时候要付出的成本 可是相对的变得非常的高呢 有在吹奏铜管乐的你 是不是该把乐器拿出来整理整理的呢 一把小小的乌克利利 曾经在全球造成一股风潮 台湾也不例外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是非常入门的乐器 在我们高雄也有着一间 乌克利利的制造工厂 他们制造出来的乌克利利 除了在台湾热销之外 也因为精湛的品质 获得许多海外的订单 跟着镜头来到这间厂房 如果不仔细看 会以为来到了木材工厂 但是看到机具上面摆放的情景 还有琴声 原来这里是一间乌克利利的生产工厂 眼前所看见的乐器 未来都有可能在你手上演奏着 现在我手上这一把 它是一整把都是蜂木的 云般的蜂木 那我也开孔在这个侧面 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子做 因为乌克利利它 对于材料的选择上 它比较多样性 只要能够有把握 能够做出好的共鸣 它就能够用 搭配撞击起来的声音的话 就是明亮饱满 这个就是非常大的不应用 但是乌克利利可以一整支 都做同样的材料的 但是吉他可能就不行了 因为它的共鸣会变得很奇怪 原来乌克利利对于木头的选用 比较有弹性 接着要赶快请洪师傅 介绍一下制作一把乌克利利 有哪些流程 这个乐器是要经过弦的震动 跟木头的共鸣 那产生出来的声音 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有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为那个琴锦 第二个就是这个发声筒 这个共鸣箱 这个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按压这个音阶的这个纸板 那第四个就是这个拉线板 这个拉线板主要它是支撑整个这个线的拉力 所以它要抗拉力 它所在的位置也要非常的精准 要不然八度音它的音阶就会跑掉 所以这个距离是要非常准的 我们的制作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延续了以前 就是那个日本制勤的一些模具的工艺 所以我们在琴锦上面都会有基准孔 在我们所有产品要对准中心点的都有基准孔 靠这个基准孔我们就可以做出两边一致性 或者是一百支两百支一样的 完全就是品质可以控管的一个情景 到达就是这个工序到达这里的时候 到这个成品大概百分之九十的完成度的时候 剩下来就是靠我们的手工来削 来看一下这个手的弧度 我们要掌握这个弧度是不是适合 就是靠后面人工来完成 那这个是背板 那背板的话它就是要上这个阴凉 阴凉是加固它的结构 再来就是抑制它不要过度震动 那主要是结构的维持 还有就是这个弧度的形成 那它贴好之后就会变成这样 这个表板就算完成了 那侧板呢 我们利用加热的原理 把它弯制成我们要的一个弧度筒型 那研磨到我们要的厚度 之后就要再补这个加强条 OK完成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到达合筒了 合筒了 把这一个表面跟这个背面 合起来 它就是一个完成的筒 所以在这个阶段已经不能反悔了 就是已经决定了它的声音 它的结构各方面就在这里决定了 那筒的部分组成就是这样子 哇哦 这些步骤都是洪师傅与家人 用手慢慢的拼接 打磨与组装完成 每一个细节都展现了对品质的要求 接着洪师傅更要分享给各位 该如何挑选一把 适合自己的乌克利利 当这个音乐就是这个市场已经够透明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的频率 喜欢的音乐性 来选择一致的乌克力 那刚开始的话可能就是 在价位上 在手感上 就是不要说很难按 那听起来 不要太吵杂的 不要有杂音 不要有其他的声音 我们现在这个是 木头跟弦震动出来的声音 不要有一些其他的金属声 一些奇怪的震动声音 我想这样子来一开始的话 就是适合自己的乌克力力 乌克力力独特的声音 以及小巧攜带方便 真的很适合入门学习音乐的人练习 看完洪师傅的介绍 是不是有冲动 想去挑选一把 你想要的乌克力力了呢 不管是在志情 或是维修乐器的领域 今天介绍的这几位专业师傅 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期待未来他们能把这样的技术 传承下去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高雄百味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